那奉主耶稣圣明在这边用圣经的道理跟大家分享 那小弟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 神在寻找的人 神在寻找的人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本 有点像是绘本 就是这是一个英国著名的创作家叫做 马丁 然后他推出过一系列的这种什么 这个叫做威力在哪里这种绘本 那你就会翻开 你把它打开看 你就会看到一整页满板的这种 密密麻麻的都是人 然后你要去找寻一个人 那个人叫威力 那这个威力呢 就是或许我们可能小时候都有翻过 然后我们也可能跟自己的小孩子 一起去寻找过 那这个你会觉得说很有趣 然后又可以训练自己的眼力这样 那所以我们就 我们可以看透过这一本书里面 它其实也是一系列的绘本 你会透过不同的场景 然后在这种人山人海的这种图片里面 去寻找威力 那这个威力它有一个特征 就是它始终就是穿着这个红白 相间的条纹的衣服 然后它会戴着一副眼镜 和它的帽子 然后这就是它的特征 所以我们只要 小朋友只要学习到 这个威力的特征呢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这个威力在哪里 这样 那所以 神在寻找人 也是有相对应的这种 我们可以这样做这样类比 但是当我们在寻找威力的时候 据说 其实真的有威力这样的一号人物在 这个威力 这当时候它其实是一个 在精神上出了问题的一个杀人犯 那它被抓到这个精神病院里面 那就是因为它又从精神病院里面逃出来了 所以大家都在街上到处找他这样 要把他这个从街上里面找回来 那这个红白相间的这样条纹的衣服 就是他在精神病院所穿的这个怨服这样 那其实神也在寻找人 神在寻找什么样的人 那神在寻找人也有他的一些特征 但是神在寻找人不像人看人 人看人是看外貌 看外表 看他的这个身份地位 但是神看人 神寻找人是看他的内心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 以西节书34章 以西节书34章 第16节 以西节书34章16节 旧约圣经1014页 16节 16节 失上的我必寻找 被逐的我必领回 受伤的我必残果 有病的我必医治 我们念到这边就好 这边说上 说到说 神他会去把那些迷失的人 受伤的人 有病的人都找过来 神要拣选他们 那在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也说 主耶稣来 人子来 他是要来寻找失上的人 我们想想看在新约的时候 主耶稣的时代 那个爬上山树的那个傻该 他其实是一个被唾弃的人 那个从屋顶上被垂降下来的那个摊子 他其实是一个有病的人 但是他们都是神所要寻找的人 难道这个傻该 他爬上山树的时候 耶稣才知道有这个人吗 难道这个摊子被垂降到这个 从屋顶垂降到这个房屋内的时候 主耶稣才知道有摊子这一个病人吗 其实不是 其实神早就知道他们的需求 神特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要医治他们 拯救他们 那这个傻该爬上山树的动作 这个摊子被垂降下来 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行为 都是我们所要效法的榜样 我们都知道这个 才干啊 知识 学问 钱财 这些 甚至有时候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这个经验 我们所做的好事情 都可能叫我们至高至大 觉得说 我付出了这么多 我拥有这么多 我们就 有很多的阻挡在我们面前 去阻挡说 我们能够臣服在神的大人的手下 我们都会看到这个路上 有很多房屋的 这个卖房子的仲介 他们把这个传单发给 这些路人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去挑说 这个人 有没有能力来买这种房子 所以他会去挑这个光鲜亮丽的人 才把传单发给他 我最近听说这个 这个新竹地区的房价 热络到说 甚至这些仲介们 可能都不需要到路上发传单 你必须要找到有关系 有管道的人 你才能够有机会买到房子 这样 但是呢 我们领受福音的人 其实 其实呢 我们也算是一个仲介 我们是在神跟 他要所寻找的人之间的 这个福音的仲介 所以我们要将神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 传报给这些 吃上的人 被辱的人 还有被丢弃的人 在伤痛中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新约圣经一百零五页 四到七节 我们请姐妹们一起念 路加福音十五章四到七节 第四节 预备开始 谁有甩之羊 失去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 撇在旷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呢 找着了 就欢欢喜喜的 扛在肩上 回到家里 就请朋友 临舍来 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 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 欢喜更大了 这边 主耶稣说了这样的一个 迷失的羊的比喻 他说 只要有一只羊迷失了 他就会去寻找 只要有一只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想象说 就算全世界 所有的人 他们都没有沉沦 只有我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需要 只有我一个人 需要救恩 那么神也会为了我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为我受死 可以让我蒙拯救 就做他救赎的工作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神会愿意只为了 即便只有一个人 他有这样的需要 他就做他的救赎工作 我们再翻开 哥林多前书一章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 我们这次请弟兄来念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新约圣基两百三十一页 第一章二十六节 预备开始 弟兄们啊 可见你们蒙造的 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 有能力的不多 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余着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神也拣选了世上悲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都有的 那有的 使一切显弃的在神面前 一个也不能自夸 我们念到这边就好 这边讲到说 这些贫穷人 愚拙人 软弱的人 并不是说他们在神的眼中就是 有不尊贵这样 或者是他们是弱势 反倒这些人在神眼中是看为宝贵的 所以神神要把他们 要寻找他们 把他们都拉进来 拉进到天国里面 在马太福音13章那边有讲到几个比喻 就是天国的比喻 天国 主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比喻里面有好几个 其中一样就是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寻找宝贝 寻找这个珍贵的珠子 那这个十三章 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 这个 这个 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四十四节这边 他说天国好像宝贝 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缓缓洗洗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来买这一块地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块 这颗珠子 那这边讲到的这个买卖的人 其实就是神 神 来这个世界上寻找这个 宝贝寻找这个这颗重价的珠子 并不是说 这个珠子或宝贝并不是外表光鲜亮丽 他就就有那一个就有那一个价值 重点是 含在这个珠子 这个珠宝里面的这些物质 是神所看重的 所以神愿意 为了要愿意付出他一切的代价 然后而且他是 他是欢欢喜喜的来做这件事情 神为了找寻宝贝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那我们又如何将 又如何帮他来找寻这个宝贝 找寻他所要找的这样的一个人 小弟在这边提出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祷告能够把这些迷失的人 能够引到神的面前 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神所 做一个合格的寻宝人这样 我们代替神来寻这个珠宝 我们代替神来 不是代替人 是我们这个责任 其实已经托付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只是 这个福音的仲介 我们神所要寻找的 这个迷失的人呢 我们尽责任的去将他 引到神的面前 第一个小弟想要分享的就是 祷告能够将 这个迷失的人 引到神的面前 那小弟这边就 见证这个 大概三十年前 小弟今年 受洗满三十年 大概三十年又过了 过了一个 领恩布道会 多一个领恩布道会 这样的时间 那在三十年前呢 是正值 这个母亲带领我们家的信仰 从这个传统的信仰 到长老教会 再到真耶稣教会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虽然在长老教会 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但是从长老教会 要到我们真耶稣教会 其实是一个属灵的战争 这个属灵的战争 小弟是从 台人教会的 应该是九十周年的 这样的 见证这个刊物 纪念刊物里面找到的 他说 在长老教会的期间 其实母亲有认识 已经透过外婆 已经认识到了一个 在台南教会的一个 很好的姐妹 然后那个姐妹 其实会常常用打电话来关心 用祷告放在她的 将这件事情 带领人来信主 放在她的祷告当中 也常常用她自己本身 因为那个姐妹 自己也是本身 从长老教会 到真耶稣教会 这个过程的 她信主的点点滴滴 来分享给母亲这样 但是在 在听到这些见证的当下 母亲其实都没有一时时的感动 因为觉得说 信主 信主耶稣 我们看的都是同一本圣经 道理是一样的 而且在当时的教会 她也觉得说 这个敬拜的方式 是很活泼的 所以 也很喜欢 然后 所以母亲呢 跟我们一家人 甚至后来也带 在一年半的时间内 也带着 奶奶爷爷 都信主 而且在那间教会受洗 这样 但是这个姐妹 她其实 这个台南教会的姐妹 她其实没有回行 她还是一直放在祷告当中 直到有一次她祷告的时候 她发现 她受到神的感动说 你不要急 有一天 神会将这位 就是 这位姐妹 就是我妈妈 把她再带回来 圣耶稣教会 为什么说是再带回 其实 因为母亲在年轻的时候 有曾经几次踏入过 我们教会过 但是 因为信仰没有扎实 所以 后来又结婚又生子 所以就过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就没有再回到 就没有再踏进教会这样 那 所以 呃 这个姐妹 在祷告的时候 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 她就 马上打电话给母亲说 她有这样的感动 但是母亲那时候就觉得 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都已经受洗了 而且 她的公公婆婆 也都在这间教会 她怎么可能自己一个人 离开同样这间教会 之前从传统信仰要来到 信 耶稣 已经是一个 不可能的任务了 现在 在短短时间内 又要从 长老教会 要到真耶稣教会 不可能 立刻做这样的改变 她觉得 这 太难了 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这位姐妹 还是一直把 这件事情 放在祷告当中 那就在 后来在民国79年10月的 秋季灵恩会的时候 那这位姐妹又再次来邀请 母亲来参加这个 这个秋季的灵恩部导会 但是那时候呢 这间长老教会 她正在办一个 专题的课程 那这专理课程是聘请一个 外国的牧师 来 来教会讲 这个有关圣灵的事情 大家可能也有听过说 这种 他们在讲圣灵的这种 这种步道大会 这种 都会邀请人到台上去 然后 这些牧师 可能一按手 这个被按的人 就会倒在地上 是那一种的灵恩会 但母亲那时候 在长老教会 她还是觉得 她没有任何的辨别能力 然后她跟 母亲跟父亲就讨论说 这个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那 真耶稣教会的这个灵恩部导会 一年有两次 以后 还多的是机会 她就跟父亲决定说 他们要缴费 这个缴费呢 就是说 星期一到星期五 如果你有全程参加 你就可以退费 如果你有一天以上没有参加 你就都当作这个是一个奉献 他们去参加了星期一的 这个所谓的 他们的灵恩会之后 觉得还不错啊 但是等到星期二 也就是 财人教会的这个 步道会的第一晚的时候 正当晚上七点多 七点十几分 她正要出门的时候 这位姐妹又打电话来 这位姐妹又打电话来 跟母亲来邀请说 请她能够来参加 真耶稣教会的这个步道会 你想不到 母亲没有去想说 我都已经缴费了 我不可以浪费那些钱 她竟然 感谢神 透过神的带领 透过这个姐妹的祷告 她竟然来参加了 第一晚的步道会 那 这一系列 这连续几天的这个灵恩步道会 就让她觉得说 她真的是 收获很多 就是因为她觉得说 长期在这个长老教会的听到 她会觉得说 长老教会的这个灵良 在道理上的分享 是不足的 所以她母亲觉得说 那一次到真耶稣教会来 她简直就是满载而归 她简直是听到 从来没有听过 圣经上神说所说的话 她在长老教会可能会分享很多 道理 但是很少会去翻圣经 所以她 她就觉得说 她翻的圣经 怎么以前都没有翻过这样 那从此那一天之后 她就没有再回到这个 长老教会过去了 后来在隔年的春祭联恩会 就是八十年 我们就全家一起受洗这样 那所以我小弟在这边分享的是说 要怎么样才能够为神将这些迷失的人引领到神的面前 做一个好的寻宝人呢 其实没有其他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为这个人祷告 第二个就是用神的话来感动他 让神的话进入到他的内心 引人归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我们来看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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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开始 我们一起念到第五节 第四节跟第五节 我们一起开口来念 第四节 我们真真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系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阴磊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知识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这边讲到说 祷告能够使人的心意回转 神的道理 神的话 可以使人顺服基督 借着这位姐妹不断的祷告 和关心 也借着在台上 这个传达神道理的传道人 传达的真理 神将母亲 以及我们全家的人 引到他的面前 所以今天我们家在真教会里面 已经满三十周年了 感谢神 那第二个小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神又在找寻什么样的人呢 神在找寻能够堵住破口的人 神 小弟第一件分享的是 神在寻找那迷失的羊 迷失的人 现在小弟要分享 神要找能够堵住破口的人 我们一起来分开以西结书二十二章 三十节 二十二章三十节 旧约圣经九百九十七页 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 三十节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 从修强垣 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 使我不灭绝这国 却找不着一个 所以我将老恨 倒在他们身上 用烈鹿的火灭了他们 照他们所行的 报应在他们头上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这边讲到说 我们的神在寻找一个 寻找一个人 那却找不到一个 那是找寻什么样的人呢 是找寻能够重修强垣 能够堵住破口的人 也就是一个 他能够为了主来忠心办事 不专顾自己 然后能够用这个真理来劝慰弟兄姐妹 然后用以身作者的方式来去挡住破口的一个人 但是神说这样的人他找不到 在末世的时候 在乱世的时候 神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 神在寻找能够堵住破口的人 能够来堵住教会的破口 神也在找寻能够堵住破口 能够看见自己破口的人 因为这个人他用神的话来向神祷告 那什么是破口呢 破口就是墙 城墙上面的这个裂缝啊 或者是我们皮肤的伤口啦 甚至是我们脊椎的这个断裂啦 骨折啦 这个都是破口 前几个上个月 上个月感谢神 感谢大家爱心的带导 母亲因为这个骨质疏松的缘故 然后就压迫性 就是不小心跌倒 然后就造成压迫性的骨折 所以他就去做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千斤顶的为创的手术 就是在这个脊椎的伤口 断裂的部分 他去用这个千斤顶将 上面跟下面的这个两节脊椎 各打一个洞 然后用千斤顶把它撑开 撑开的当下 把这个 这个位置跟角度 把它调整好 这个时候再灌进去 灌进去这个 所谓的骨水泥这样 将这样的破口 将这样的裂缝把它 修补完整 让这个塌陷的这个脊椎 能够更坚固更稳固 然后如果没有做这样的手术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痛 骨头的痛是难以形容的痛 所以做这样的这个 就这样的手术能够快速达到 疼 能改善疼痛的效果 然后也是一个一劳永逸的 一个方式 那这个破口 如果我们没有去理它 它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就以这个骨质疏松来讲好了 骨质疏松 其实某种程度 它就其实就已经是有破口的 但是我们不觉得疼痛 所以我们就没有去理它 直到一次严重的伤害 造成这个压迫性 造成压迫 然后造成这个不可挽救的 这样的一个骨折 所以当我们看到破口的时候 我们就要立即的去修复它 就像这个我们新冠肺炎一样 新冠肺炎在今年五月四五月爆发以来 初期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 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病毒是往外一直扩散 扩散再扩散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一个地方 赶快去补补补 它可能就再继续扩散 继续扩散 我们永远就补不完 所以补这个破口 是我们要一直在生活当中 一直去面对的 那么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 在疫情期间我们会觉得说 在家里线上去会超方便的 都不用来到教会 不用出门 打开电视 打开电脑就可以看到 听到神的话 然后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来聆听 觉得非常收获满满 但是等到这个疫情逐渐恢复之后 我们是不是又有一种理由说 我们可能会拿着说 现在还是在疫情二级的警戒当中 我们就拿着这个名号来讲说 其实如果现在去教会的话 是不是有机会还是会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尤其是我最近去过医院 我是护理人员 我是医师这种 比较在外面接触的这样的工作的人 或者是拿着这个疫情的名号 让自己的信仰有了破口呢 但是其实啊 这个信仰上的防守 跟这个对付新冠疫情 其实是同样的战略 就是我们要 我们其实是一个长久的 长久长久的征战 要长久去面对的 那神在寻找能够堵住破口的人 我们要常常来想一下说 我们的破口在哪里 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堵住破口 那在神寻找迷失的第一段里面 小弟用说这个祷告带祷 以及神的话 能够将神所要寻找的人 带到神的面前 那在堵住破口方面 小弟也要用这个祷告跟神的话 来做分享 带到可以堵住破口 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06篇 诗篇106篇 就约737页 诗篇106篇 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 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 这个当中原文作破口 使他的愤怒转消 恐怕他就灭绝了他们 这一段在讲说 在摩西的时代 神带领以色列民已经过了红海 出了埃及 过了红海 走在旷野里面 进到迦南地了 这时候其实还没进到迦南地 那神为了一件事情 神几乎快灭绝了以色列人 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 民宿记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神多次多次的来救拔这个以色列民 但是这一次 神说 神的怒气到了高点 他要灭绝他们 还好有一个人 那个人叫摩西 站在这个破口当中 那摩西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民宿记的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小弟就没有 他其实是记载在 民宿记十四章的二十六节 这一段 二十六节 到 三十八节这一段 应该是十一节 十一节开始 我们看一下好了 十一节 民宿记第十四章 第十一节 我们就念前面就好 十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我在他们中间行的这一切神迹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 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比他们强盛 神应许要给他们的这个地 神在这时候说 不想要给这些以色列民 可以想见这个神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生气 十三节摩西对耶和华说 埃及人必听见这事 因为你曾施展大人 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 这边提到说 反而这些埃及人 他们更 他们看见了神的这些神迹 他们比这些以色列民 还更懂得 更知道有这位神 所以这更让 这个给过 这些以色列民 这么多神迹 这么多恩典的神 更加的神迹 所以这个 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 神 带领以色列民 快要到达 迦南地前的这一段 已经是在尾声了 那我们去回想一下 之前 神对以色列民 生气过什么 最明显的一段就是 神在西乃山上 叫摩西上西乃山 过了许久 过了太久 以色列民 就是等不到摩西 所以他就 他们就造了这个金牛犊来代替神 这件事情让神当时候也是非常的生气 非常的愤怒 但是呢 至少当时候的以色列民 他们并不是要去拜别的神 他们只是等不到摩西 所以将这个金牛犊来代替神 他们其实还是想要 想要听神的话 想要进迦南地 但是 在过了 几年之后 这些以色列民 以色列百姓 他们其实已经 不像是刚过红海 那时候的 这样的信心软弱 理当他们的信心 在那时候应该是 逐渐成熟的地步了 这样的阶段 但是圣经记载 反而 说这些以色列百姓 现在反而忘记了 在旷野 以及在埃及地 神给他们的 行的神迹 甚至在第22节说 这些以色列百姓 高达十次来试探神 所以神的怒气到达了高点 那这时候 摩西是站在这个破口当中 就是 神所应许要给他们的迦南地 神说 不给他们进去了 还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击杀这些以色列百姓 摩西 他这时候做了些什么事情 就是记载在后面 这就是 十三节到 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 这一段是摩西 为以色列民来向神代求 神听了摩西的代求 以色列民才得以进到迦南地 只是 没有那么容易啊 因为 因为他们的不幸 所以神说 你们可以进去 但是 你们要用窥探迦南地的 那四十天啊 一天抵一年 一年抵一天 你们要四十年后 三十八年后 你们才可以再进去 由此来让你们知道说 是你们跟神来疏远的 有一首祷告 有一首歌词 诗歌是这样说的 说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 我要寻求你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在那里我寻求你 这句 这句 好听的诗歌呢 也是在告诉我们说 祷告的力量 带祷的力量 能够来堵住破口 破碎的心 我们可以从祷告当中 得到医治 沉痛的难题 我们也可以从祷告当中 得到解答 那第二个 小弟要分享的是 神的话 也可以来堵住破口 我们来看 以赛亚书第三十章 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二节 旧约八百三十九页 旧约八百三十九页 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二节 十二节 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 因为你们藐视这训悔的话 以赖欺压和乖屁 以此为可靠的 十三节 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 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 请客之间忽然坍塌 这边讲到说 这些以色列民 藐视神训悔的话 以赖欺压和乖屁 把这些乖屁的话 当作是可靠的 却反而藐视了神训悔的话 他说 这个罪孽就好像是破口 在墙园上面的这个破口 破口可能 我们都看过这个 我们 磁砖可能会因为 这个天气冷的关系 突出来 就因此破掉 墙壁上的这个磁砖 也可能因为天气冷 或者是 有裂缝而破掉 或掉落 更严重的话就会坍塌这样 那这边讲到说 这些以色列民 藐视神训悔的话 那小弟就想到说 其实圣经里面有许多 主耶稣和这些使徒们 他们劝慰的话 许许多多 我们可能不知道听过 几百遍 几千遍都有可能 但老实说 我们 我们常常只是 停留在听过的阶段 我们并没有 把它记住 我们还不到这个记住的阶段 这个记住呢 就是 所谓的磕在心板上面 记住就是磕在心板上面 我们 当我们听过读过那么多神训悔的话之后 却没有把它记住在磕在心板上面 那就是一种不在乎的态度 就是一种藐视的态度 约瑟在面对 创世纪的那个约瑟 约瑟他在面对祖母的诱惑的时候 他心中想到的事情就是说 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来得罪神呢 其实他的大脑马上从他的心板上读到这样的一句话 读到神训悔的话 而不是在当场天能交战的半天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将神训悔的话放在心上呢 我们可能很容易将这个破口 去让他变得更大 让魔鬼来趁夕而入 那有在传道书里面说 在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 在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 这个患难的日子 其实就是有破口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生命有破口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的患难 在这个患难的时候 我们更要去思想神的话 一方面让神的话来安慰我们 一方面让神的话来责备我们 我们来翻开耶利米苏第五章 耶利米苏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节 你们当在耶路上人的街上跑来跑去 在宽阔处寻找 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 若有我就赦免这层 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事 所起的事实在是假的 第三节 耶和华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 你击打他们 他们却不伤痛 你毁灭他们 他们不受惩治 他们死脸刚硬过于磐石 不肯回头 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 是愚昧的 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 和他们神的法则 这边讲到说 神叫耶利米先知到街上去寻找 寻找一种人 却寻不着 去寻找行公义又求诚实的人 却寻不着 如果有找到 神就不毁灭这座城市 这是有点类似亚伯罗罕 在当初为了他职而罗德 来向神求说 如果所多玛城里面 如果有十个义人的话 神 求神 就不要去毁灭这座城 在这个时代 耶利米先知的时代 这个乱世的时代 在这个以色列明都不认识神的时代里面 神也叫耶利米先知到街上去寻找一个人 寻找这样的人却找不着 他们发现说 我们看第三节 他说 他们所寻找到的人 这些寻找的人 发现说 这个城里面的人 他们的脸孔都刚硬过于磐石 不肯回头 并不是说他们的脸是硬的 其实是 不是像我们在做什么 这个人工智慧 这个人脸辨识一样 说他们感应到说 这个脸 他们的脸是刚硬的 其实是 发现他们的心是刚硬的 我们看第四节 他说 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 是愚昧的 因为不晓得神的作为 和他们神的法则 这边就讲到说 这个 在耶利米先知的那时代 以色列明 他们的心过于刚硬 刚硬到没有办法将神的话 刻在心上 没有办法谦卑的放下身段来 想想神的意念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信仰的路途上 神的意念会 是高于人的意念 神的道路是高于人的道路 但是 常常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办法这样去深刻的体会 所以我们要透过神的话 透过祷告 来 得到医治 走在神的路上 这样才能够做一个 能够堵住破口的人 那 小弟就用剩下的时间来做一个结论 小弟今天分享了两段 神在寻找的人 第一个是 神在寻找 这些失上被掳的人 第二个小弟分享的是 神在寻找能够堵住破口的人 如果我们将这两段犯战一起比较之后 我们会发现在 这个末世的时候 没有人 似乎没有人想要再来寻找神 当我们去发传单 去传福音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遇到这个障碍 觉得福音传不出去 没有人想寻找神 但是 神仍然在寻找我们 但是人 我们人所要的 可能是神的这些平安福气 但是 却不是用诚实的心来敬拜神 因为我们可能不愿意 只想 我们可能只想从神那边拿到平安福气 但是却不愿意听神的话 神在寻找我们 不是要我们这些钱财或名声 神在寻找我们是要我们 本身 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人 能够听神的话的这样的人 神在寻找我们这样的人 神 祂会愿意那一只走迷失的羊 来撇下那剩下的九十九只羊 找到之后就为他欢喜 神也愿意为了在这层里面 这座城里面有一个行公义求诚实的人 他就不毁灭那座城 给他们悔改的机会 所以 今天小弟 从这个圣经里面来分享说 其实我们在认识神之前 我们其实都是迷失的人 被瞧不起的人 走投无路的人 但是神愿意向他到杀该的家里面 也到我们的家里面 给我们平安喜乐 力量跟恩典 但是在神救赎我们 拯救我们之后呢 我们虽然还是有破口 我们没有办法去独自面对我们的敌人 但是神早就赐下了宝慧师来帮助我们 藉由圣灵这样的一个管道 藉由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 为我们开了一条 能够向他寻求这个平安喜乐 以及求祝福 求安慰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以及木道朋友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神的圣堂里面 我们都是属于主的人 盼望我们也能够都将自己全心的献给神 能够真正成为他要寻找的人 成为他不丢弃 也不会去灭绝的人 那早上小弟就用以上的分享 我们来唱诗一百八十七十